感到很多眼睛 事实上,在这次投币过程里面 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困难点就是在台上 个个独当一面 让他们一起谈有关的讲座的内容条理 都是相当之花费的这个时间 不如大家也给点掌声,钟静佳 这次他又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今天我叫大家给点掌声 这次他让我讲久一点时间 为什么要讲久一点时间呢? 主要就是说我们也是 这次的讲座是最后一次 当然我们陆续会跟着很多80周年的活动 希望在这里和大家有所交代 或者有所宣传 希望大家一起 凸显你们对舞校的感情 多多参与 接下来还有几个大型的项目 其中一个是在7月4日 在文化中心就有一个是音乐会 现在还有少量门卷 这个是重促扣票 对不对?校长 有少量门卷 记住,快点上网扣票 或者打电话去学校也可以 尤其是呼吁一下旧身 这次我发觉 购买音乐会的门卷 如果以比例来说 暂时救生是最水平的 会长要有点检讨 在领导之下 为何表现得这么差呢? 要检讨一下 7月4日之后 我们紧随着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7月8日 7月8日 星期六就是我们的Homecoming day 那天在下午 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个机会 回去看看舞校现在的情况 当天也是我们 现在就读的学弟 所以就会带大家去逛逛 这个是你平时经常逛逛的校舍 那你今次很重要 因为今次你会学会什么叫巴罗克的柱 那为何两条柱起在一起 诸如此类 那为何呢? 我们有位学长 应该是社宁是什么时候? 1974年 1974年中午的 譬如大夫弟等等 他也是有负责维修的 他就特别为我们 现在在英网读的学底 就是教他如何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这么有特色的校舍的情况 那就继续回来吧 那天也有一个座谈会 由我们老中青的校友 一起讲一下在英网的情况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7月15日 在会展所举办的聚餐 据所知现在大约是100位左右 100位左右 看看会不会是再多一些吧 当然今次我们也觉得很理想 因为我们为什么投资我们怕呢? 就是minimum好像是68位 是吧? 我投资我们怕68位也搞不定 怎料现在的数字已经到了100位左右 如果有没有人买票 或者那个界别没有人找你 你主动找一下同学 然后就一起报名 这个星期六的下午三点钟 我们就会在英网的礼堂 就会有一个历界的所谓代表 一起有个会议 有关7月15日的聚餐的情况 有兴趣的也在这个时候带来 是聚一聚咎的 今天星期六的三点钟 今次的主位就是我们年轻有为的Herbert Herbert Yang 是负责的 Homecoming是谁? Homecoming 我之前出去了 Joe出去了 我们有一个负责的同学 除了以上三个节目之外 我们为了今次80周年 就会出版三本刊物的 一本就会是 我们将 现在找到相机的历界的校友 他中五位和中七的情况 那个是不月斑照片 就夹成一本这样的相片集 当然越古老越模糊 越近就越清晰 我们就会有一本相片集 记住 这本如果你是7月15日去参加那个饮宴的时候 就是会免费送给你的 你不去就没有份了 我们这个限制了 第二个刊物 就要付少钱 那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希望 为校舍的80周年 这个情况 拍一辑相片 我们很开心 就是请到一个 是市民名家 阿水和田 为我们校舍的80周年 留下一辑的美好的回忆 刚刚和他通过电话 是说应该有88版的部分 除了水和田之外 刚才你也提过了 林舍宁 就是建筑署的 这个Archicat 会如何呢? 也会为学校 那个建筑特色 也是写一些文章 加上这个图片 那部分大约是20版 出了一本图片 和古老相片的一个集 这个会成本价发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和水和田先生 谈了 他又不收我们的版权 也不收我们任何费用 当然我们有一个守则 我们不会将它公开发售 所以7月15日 你就可以买到这本的相片集 成本价 当然会是一个 譬如成本是48元 可能会卖到50元 但是不会成本48元 卖到50元的一倍100元 不会的 卖完一次之后 就不卖了 因为基于那个版权问题 所以当然那天 你说我有一只爱亲朋 你也可以买的 现在大约出的数量 就不会太多 应该是大概2000本 校长 2000本 不知道 出200本 可以抢购 第三个刊文 7月15日有一定订购 那怎样呢 就会是一定订购 那怎样呢 就是说 这些刊文主要就是 我会将这六个讲座的内容 将文字化去 再以后呢 每一个活动有些报道文字 有些文字 另一个文字 不过人的 所以呢 就会有多两个东西 一只就是DVD 就将今次我们80周年的活动 将它展触成为一个 两小时左右的DVD 另外呢 刚才我拍了很多照片 就会放在一个 CD-ROM里面 这个就在7月15日 就开始订购 那这个刊文呢 是在 所以我们将来今年的Spirit's Day 那一天 就会派发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够 支持我们80周年的有关活动 另外呢 我们看到 我们也希望 如果你是参加 12月15日的活动的时候 也希望你是一条胎 为什么呢 这条胎就是80周年 特别为了这个日子纪念的一条胎 在座好像也是 赵英春学长也是在看一条胎 都不错的 在这条胎 我打了几个月 都没人冤枉 我估计都可以 到一百周年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来的 好了 那 咬完没了 庸正嘉 可以了 他说要我宣传 现在都做了功夫了 那另一件事 就要宣布 那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都习惯就是 每一次做完讲座之后 就一起吃饭 那 那林会长也是为大家 预备了一顿饭 那就是向这个 是 出了门口 向着圣保陆医院那边走 圣保陆医院对面 现在叫金沙海鲜酒家 校长或者港姐 就不需要付钱的 其他人如果是参与 校长说 校长和老师一起吃 老师不用付钱 校长付钱 于是 其他人如果是参与 就是二百元 其实我们的钱都是这样用的 通常就是 每年会长任何饮宴都 一个人包了 而其他收的费用 主要都是支持同学会的 日常运作 我们这样的制度 如果哪有兴趣呢 一会儿就一起在门口集合 一起过去吃饭 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我就是 在座四个都是 传媒界中的晚人 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持人 这位小师妹呢 她说不介意去说 她是什么年份 80至82 80至82 有数得计算 但是这些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或者是这样 除了这个秘密之外 其他人都由她自己来说 或者欢迎 潘 小妹妹 我们看到任何女性 都叫她是小师妹 好 再来 谢谢 我不仔细介绍自己 因为这三位才是猛人 其实我叫Carmen 我在King's 度过了两年很愉快的生活 这是为了我想说的 我今天在座三位 真的是响当当 和热烈烈的人 如果今天知道大家 例如说 我旁边的位 梁博士 梁奶鹏博士 我觉得她是一个香港的传奇 她在12岁的时候 在高罗士达酒店 做做Bellboy 但是她可以在20岁的时候 回到英网读书 然后做律师 香港U毕业 然后 你看看她的功绩 在大家黄色的简介里面 很长 我只是随便说几个 大家知道 现在她曾任的功绩 包括港管局的主席 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 电影检查上诉委员会主席 现在现任的就是 民众安全服务队 处长和香港城市大学副校监 还有是TVB的行政副主席 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还有 刚刚今天大家知道 比如说 待会一定要问一下 比如说 心美与小儀的判决 那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很热烈烈的 中间这位是很厉害的 现在大家搞到熊猫眼 睡不着 都是因为她 因为世界杯 大家知道 有线全程的直播 她是有线电视的执行董事 一个是体育台 一个是新闻台 所以稍后又捉住她 有什么事睡不着 什么事捉住她 去到今早五点才睡 接着另一位大师兄 就是龙的传人 龙景昌 他为了今晚参加这个讲座 本来今晚在北京 其实有一个开启派对 就是明报周海明报集团 在北京和大陆 扩展业务 他为了参加 他专业牺牲不去 他看他的样子很年轻 但其实他也做了 二、三十年了 不知道 你现在问他 他做过《一新报》 《现代日报》 他在明州也做了十年 所以是一行里面 是一个人手不一指的人才 我想我现在就不妨大家了 我现在先请梁博士先讲 好吗 我报以你的掌声 谢谢 谢谢Carmen 何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嘉宾 校友会的林会长 各位执位 各位同学 很高兴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尤其更高兴 看到四十多年前 教我体育的赵老师 还这么健康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由1977年至2002年 我从一个公职方面的监管者的角度 看香港的电影和电视的变化 第二部分就是从一个电视业的经营者 看到广播和电信的回流 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主要是这样来说 所以其实我讲第一部分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是 主要是将我以前经历过的回忆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1977年至1983年 我就是出任电影检查上诉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来说 检查委员会总共有六位成员 主席是Mr. Nigel Watt 华德先生 他就是由这个新闻处处长 调过去做影视和娱乐事务处的处长 他是主席 另至两位官方成员 就是一位是陈方安生 他就是社会福利处的副处长 另至一位就是民政署 那时候Home Affairs 都是梁世华先生 陈太和Paul都退休了 三位非官首的委员 就是本人 以及Steven Lau 市政局的议员 刘文龙先生 以及张玉伦太太 当时来说 我们就是在国际大厦那里 那时候政府部门租那里办公 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会 那是不是有这么多上诉呢 那未必 因为事实上上诉是相当多 因为只要付500元就可以上诉 很多人都是去试一试 看看上诉可不可以成功 但即使没有上诉也好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看一出片 那这些片就是由他政府 即是影视署的同事 就要看下我们的看法 如何指示 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当日管理这个电影 那个主管就是一个外国人 Mr.Pierre是法国人 他就是做这个电影检查的主管 而那个秘书长也是一个 即使是石刻人 Mr.Pietam Singh 加上Mr.Nigel Watt 那时候就 又换句话 已经是负责香港电影的事务 那个时代来说 是管得很严谨的 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忆 就是有出外国片叫Taxi Driver 那一出片就说 有几个所谓 他一被人开枪 把手掌打出去 令治的肩膀有些血的掌印 当时也认为太过血声 就不让他出去播 这个是一个例子 令治也是 在政治方面的审查也很重要 如果是跟政治有关的电影片 他用政府方面派一个政治顾问 一个Political Advisor 来给他的意见 通常我们不会跟他争吵 因为他说到也一定是对的 所以就是被他管得很严谨 另一方面 对于色情那方面 也是管得很严谨 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以前是 你看不到那些所谓什么色情片 甚至毛片也不可能 直到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呢? 大约应该是1982年左右 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 我还记得一个名字 英文叫做一个外国片 Belittus 中文叫《少女情怀总是思》 那一部电影就是说一帮少女 很天真无邪地在沙滩里面 拿看 那一部电影本身来说 就是没有色情的 所以就让他上诉成功 但是你知道 香港的电影人很棒 那一部电影的 试过有一部电影 可以有毛片出现 哇! 以后就开始 那些人又懂得动脑筋 就变成了开始 以后也有毛片 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 那这个就是 1977年至1983年 我看到的情况 到后来 1991年至1995年 我就出任电影上诉委员会的主席 那时候又在另一个变化 在1991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电影发展是相当蓬勃的 因为这样 在香港为了要追上潮流 我们就把电影分级制 就是一级 就是general entertainment 一般的观众 最先就是二级 然后三级 后来经过那个阶段 二级又分成2A 来分开 那个时候 电影讲 很多分类 香港来说 电影界是一个相当黄金的时期 就是由1990年至1995年 甚至1996年都很好 因为那时候事实上 香港有些是很好的制作 甚至像过年 你会看到肥肥 董彪 那些是做些何年片 甚至其他 例如《古画仔》系列 那时候周星馳的时间 都是做得好 许冠文也是 他不会拍一年拍一套 那么那个时代来说 就因为有这个分类的制度 就变成了电影的发展是相当蓬勃 但正所谓 蓬勃的时候 香港人可能的脑筋太快 亦都是中落了电影后来衰落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后来看到 很多人在急功近利 快点 六个星期可以拍到出电影 或者其他的电影 而且开始对那个质素的追求 就没那么好 我还记得有一套片是黄尖做的 其实那一套片 你知道什么 如果是的 就是听他的粗口而已 就是做个主题 结果那一套片 上诉他也是不成功 逢是过分的粗口 就用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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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 你看香港好的近年來,不是說沒有 但凡是電影的出產量也好,質素也好 除了有些比較注重製作之外 香港電影在東南亞當主導者的地位已經開始失去了 近年可以看到韓國這方面是相當認真 那個就是我從電影檢查上訴委員會和主席 看到剛才我所說的年代的簡簡單的情況 1983年至1987年 我當時是做電視視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最先的時候也是由Nigel Watt做主導 另一位是郵政署署長 因為他當時是電信監督 他就是電信監督 另一位是Steward Wilkinson 就是香港電台台長 三位非官員成員,包括本人 立法會議員何錦輝和Mrs. Ivy Chang 一位律師 那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對電視管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每一天都收一個報告 即是說無線有什麼節目 那時候有什麼節目 每天都有 還有他們給一些影視處給一些評語 最先的時期管得相當嚴謹 就是當時由曹廣榮先生 他已經是一個C級出任主席 那時候華德已經退休了 就由郭惠康做影視處長 他就聶席會議 那時候比較開始有些 就注重一些政策性 或者其他方面 在早期你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們也是每一個星期就要開始會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那時候也是1984年到 有出電視劇裡面 黃韻才做一個機師 有婚外情 都認為是不適宜的 你想想那時候二十多年前 和今天你看到的轉變 他們會跟那些有關的電視台聊天 後來就因為曹廣榮 做了那時候的C級相當高位 就開始正所謂開放的政策 開放一些 而1987年曹廣榮去了Brussels 由蘇耀祖 做這個處理這個施憲的時候 就開始就是比較研究 怎樣電視方面可以發展 但一般來說 可能因為當時的政治考慮 還未特別開放 1988年 他們就成立 1987年 政府由法官No Power 成立電視檢討委員會 看看香港怎樣發展 到1988年 廣播事務管理局就正式成立 我那時候就幸運 因為其他的公務太多 就脫身了 脫身以為挺好 那不用做 誰知道1991年又被他捉回去 廣播局做就是 一直做到2002年 總共11年 那我在廣播局的程序 那我在廣播局的程序 就在1997年至2002 就是1994年 1997年 我就做這個投訴委員會的主席 那負責處理一些投訴 那到97年到2002年 就做這個廣播局的主席 那在這段期間 1991年到2002年 我看到的轉變是怎樣呢 大家都記得 在最先的時候 香港只有兩個電視台 就是TVB、ATV 就是兩個TVB 一個英文台 一個中文台 ATV一個中文台 一個英文台 那後來呢 就到這個STAR TV STAR TV那時候才有 但是STAR TV主要就是一個地域性的廣播 因為那時候去做 是Richard Lee 最先是他做 就是一個地域性 主要在香港 都還未得收聽 就是那個深入性不是很大 我記得尤其是當時的管制 就是因為 怎麼說呢 一定要他用國語的節目為主 廣東話的節目也很少 因為他不想 就是換句說話 他變相拿到一個 免費的電視牌 因為免費的電視牌照 管得特別重要 那所以 換句說話主要來說 都是靠無線 和壓視 就是四個電視台 比較到一個轉變 就是到這個收費電視的出現 收費電視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知道 Cable 應該是做了 現在應該是第十二年 十二、十三年 十三年 十三年 他應該是九三 他有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那個牌照 是發給一個財團 四個財團 九倉是其中的一份子 包括其他的 可以有包括 包括新鴻基 包括其他 其他 但是這個財團 解散了 九倉自己 獨自 又申請了這個 友善牌 有了這個收費電視 香港的轉變 就是很大 就是相當大 但是 很多人都知道 說九七 擔心九七 有沒有什麼轉變 甚至有些人就說 喂 董先生可能認為他不滿意 有什麼都好 但是我現在 想跟大家說 這個電視的真正開放 就是一九九八年 董先生當特首的時候 因為當時 他的 他的 理想的要求 就是把香港 發展為一個 地域性的 廣播樞紐中心 Broadcasting盒 Regional Broadcasting盒 1998年 這是他 推動的 可以說 當然 廣官局就配合這個做法 那怎麼看出來呢 他這方面 可以來說 就是 首先 就是把這個廣播市場開放 大家都知道 只是 無線 和九倉收費電視 還未足夠 他要開放 開放 怎麼做呢 就是 首先 就是 把這個收費電視 開放 當然 開放有條件 條件就是 本來有線電視 要給專利稅 取消了它 這不是容易的 取消了這個專利稅 在20000 2000年7月12日起 那時候實施 不要忘記那幾年的財政 不是政府那麼理想 但是他都將推行這個 將發展這個香港廣播中心 這個政策推行 因為這樣的時候 結果 1998年至1999年 就有十個申請 去做這個收費電視 我當時做廣播高主席的時候 審批了這十個之中 結果只有五個就可以獲得 這五個就是 就是於品海的Net TV Star TV 一個批了 一個就是無線電視的Gat Galaxy 一個就是台灣的Pacific Digital 一個就是Yes TV 在這裡我想說一說 就是 反而1997年之後 香港將收費電視的資格放寬了 就像我剛才所說 Yes TV 是一個外資的 是英資來的 一樣可以獲得這個收費電視牌 1997年之前 這個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好像台灣這個Pacific Digital 也獲得了牌 實際上當時 1997年之後 特區政府是相當開放的 後來結果 寓品海又沒有獲得牌 也沒有獲得牌 Star TV 也沒有獲得牌 就是Galaxy、Yes TV 和Pacific Digital 但是Yes TV 做了幾年 就是沒有繼續放棄了牌照 那Pacific Digital 也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 香港來說 收費電視就現在剩下 這個Galaxy iCable 和PCCW 原底有那個 叫做 Video On Demand 的牌照 就是後來自動成為 收費電視的牌照 這個就是開放的程度 既然有開放的程度 當然出現很多頻道 因為在這個節目的管制方面 變成怎樣呢 就是 我1999年 就是 帶領港管局幾位成員 去所謂 考察 去取經 去英國 去美國 去英國 那時候還是分開幾個機構去管 去管 就 ITC Broadcast Standard Commission Radio Authority 機構 又去美國 FCC Fatu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去看 而且後來2000年 也有去澳洲 因為這樣 香港就正式把那些 節目的業務手質 和廣告的業務手質 開始formulize 拼出那些一路路的手質 用這個來監管 為什麼要做到這些手質來監管呢? 事實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往 原來廣告局下面的行政部門 影視處 是每天都要監管一些電視的節目的 就是看著你 TVB的節目是怎樣 ATV的節目是怎樣 後來有了收費電視 雖然收費電視 最先因為用微波輸送 台數是少一些 就是十幾個 後來有了電線 做到現在就幾十個 你沒有可能去監管這麼多電視的頻道 因為這樣的問題 就改了由 positive monitoring 變成 complaint driven 有投訴才去處理 就是換個說明 讓觀眾、市民作為那些節目 可不可以接受 就是這樣 這個是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來監管所有電視台的費用 都要向電視台拿回 就是那個牌照 他用多少時間監管你呢? 所以我相信這個頻道的增加 就是很重要 第二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因為有了這些電視節目的守則 有了廣告的守則 那些事情 監管就變成了可以在執行的程度 就比較有一個客觀的準則 亦都可以容許了 舊時不可能見到的節目 在電視上出現 其中一個例子 就像這個收費電視來講 因為現在它有新的科技 有一個 lock 變成了我們所謂叫做 blue film 就是那些成年人的片 你都可以在收費電視那裡看到 它當然有一個很嚴謹的手續 有一個 lock 那個制度有一個鎖住 還有你也要登記 也要申請 換句話說 這些小眾節目 就可以在電視台出現 你以前是沒有可能在電視台 看到這些小眾的節目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好了 現在我就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知道應該還有五分鐘 五分鐘 好快點說說 就是現在這個廣播和電訊的匯流 帶來有什麼影響呢 現在 今天來講 廣播就是由廣播事務管理局管理 電訊由ofta電訊管理局管理 大家可能不知道 例如電台 它的牌照就是電訊管理局發出的 根據電訊條例 但是它的節目就是由廣播局管理 因為這個匯流的事實上 所以現在政府已經在作詞訊去怎樣管理 因為這個科技的發展 也帶了很多新的變化 舉例來講 我就用PCCW來講 大家都記得PCCW 最先有一個叫video on demand 那裡 它花了不少錢 花了幾十億 但是那時候也不太成功 因為當時的video on demand 雖然在世界上是第一個有這種服務 但是呢 就因為科技的問題 都不能流行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因為有新的科技 而且數碼的科技 可以在電話線 就已經可以駁到這個電視的節目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PCCW 就可以很快脆 就說有幾十萬 這個是完全是科技帶來的 科技帶來的機會 但是因為科技的發展得這麼快 也都帶現到有些現象 就看到怎樣 舉例來講 比如好像i-cable 它這個就是要受廣播條例管轄 也都受廣播事務廣管局的監管 但是相反 舉例來講 王維基先生 那個CTI的收費電視 因為它是不需要向廣管局拿個牌照 因為它是透過這個寬頻來傳送的 那麼它就不需要受廣管局 或者廣管局的節目手質 廣告手質的 這個也是一個科技帶來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那麼事實上 事實上 就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數碼化 帶來很多機遇 那麼舉例來講 我們TVB和ATV 明年 年底前 就要將這個 數碼和模擬式同步播放 就以說這個數碼來講 就是你現在一個頻道 你就可以播放《翡翠台》 一個頻譜 將來一有數碼化的頻譜 看你用什麼科技 如果是MPEG-2 一個頻譜可以做四個標準的頻道 就是電視頻度 或者如果是MPEG-4 可以做到八個電視頻度 這裡對經營者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也加上現在這個3G的流行 以及這個數碼化 將來我們很快會見到這個叫Mobile TV 現在來說 目前模擬式 你電視不可以流動式地接送 就不行 將來數碼化就不同 你一切就看到它 一切就完全沒有 就不會像現在那些 看好一些 這裡的雪影就慢慢好 到時是這樣過 你看到就看到 看不到就完全看不到 那麼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想統括一下 對於這個電視經營者 未來的挑戰是怎樣 事實上我相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主要是由於科技的發展 我先講這個ATV和TVB來講 我個人來看 它最大的挑戰是怎樣的未來 因為它倆都是靠廣告收入 來支持的業務 跟收費電視不同 收費電視可以又收月費 又收廣告 它是比較被動式的 我講TVB和ATV比較被動式 因為最簡單舉個實例 好像沙士那一年發生 變成人家買廣告 一定會被削減廣告的支出 即是比較被動式 換句話 跟經濟的表現是跨歐的 第二就是現在可以賣廣告 很多地方 你現在走出來 你看看地下貼那裡也有廣告 你坐KCLC也有 坐巴士也有廣告 以及很多戶外的廣告 換句話 對它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再加上將來3G 甚至有沒有近新的科技 大家看 變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於收費電視來講 我也有很大的挑戰 雖然iCable現在有70萬戶 PCW有50萬戶 Galaxy加拿大有10萬戶 但是全港都是210萬的用戶 那裡已經有100多萬戶 你將來怎樣呢? 因為香港到底是不同於美國 美國或者加拿大 因為收費電視局 他將來�絲那裡 在周各周 每個大頁都範 früher block 那也是香港 香港 是有委屈 地區的規限 最不可能是餘得 只餘得了 而我的手頓也是 dinner 來看 這個我相信也是一個挑戰 再加上 我所說的 將來有些Mobile TV 3G 科技 我相信將來見到 因為科技的發展 很多收到這個視像 即是系統的機會 但是挑戰一定很大 這個時間關係 我挺注意的時間 剛剛25分鐘 多謝各位 張三十年 整個監管者 如何看香港的傳媒變化 濃縮了25分鐘 只是這個功力 大家覺得如何 應該再鼓掌一次 剛剛由梁博士提到 對未來電視業的挑戰 剛剛接著他 就是我們今次轉播世界盃 一個很重要的媒體 就是有線電視 趙英春就說 今次的題目 會說說傳媒和社會 傳媒版的角色是怎樣的 不如由他親自說 但有一個我真的有感興趣 希望他會在講座上 他在英王來說 是少數會讀傳媒 英王我讀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做醫生 再不是做建築師 他都會讀傳媒 我想他順便自己解答 所以大家先打招呼 各位學友 學長 同學 家長也有些 各位嘉賓 我教過老師 是老師 尤其是爸爸 教過我的老師 大家見到這位是趙英春的爸爸 哇 是教體育 我記得是不是 體育 體育老師 是的 就是說趙英春絕對是 Made in Kings 完全是Kings製造的 參加這個講座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也跟你一樣的想法 我想英王畢業的那些 當然是走到對面Hong Kong U 讀醫 好像梁振星醫生 或者讀建築 法律 或者跟著他做官 很多我們畢業同學都做官 我想他們傳媒都怕 怕真是小之由小 可不可以看到 也有同學在那裡 不只是自己一個 不過就是 我想最簡單的解釋 為什麼他會去做傳媒 不是去做醫生 那就是要看成績的 可能成績也有些機會 說回30年前 如果你說做記者 就很不同 跟現在的世界 真的30年前記者 那個身份 社會上的地位 各樣東西 跟今天就很不同 幸好家庫也好 師長也好 都挺鼓勵的 你喜歡做的那些 你就去做吧 於是現在做了幾十年 不過進入了這一行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可以見證了 過去的30年 香港的傳媒 特別是新聞 運作的模式 包括在電視上 整個發展的過程 都很幸運 有參與其中 看到很多變化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自己的看法 以及一些現象 我們早年去讀傳播學 或者傳理學院的時候 傳媒就很講究 很講求的一樣 就是它的傳統的功能 傳媒的功能是做甚麼的 當然 根據前人的研究 傳媒在社會上有些功能 就是譬如傳遞的訊息 新聞的流傳 教育一下民眾 就是一個educational的role 凝聚一下民意 透過傳媒 大家可以了解多些社會上的聲音 當然也可以提供一些娛樂 這個就是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傳媒的社會功能 好 在一個過程裏面 其實課堂裏面 不停強調一件事 就是傳媒的社會責任 就是一個大眾傳媒的社會上 你擔當這麼重要的角色的時候 你需要承擔了甚麼的責任呢 當時就很有這一方面的討論 以及意識 幾十年後 現在回看 我又有一點點覺得 傳媒的角色可能變了 即是有些變化 傳媒今天 很明顯是一個商品 商品的意思就是說 是老闆可能賺錢的工具 是一個貨品 不論社會接受也好 不論社會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這種觀念 其實是一個現實的情況 既然是商品 所有的讀者 觀眾 聽眾 各樣東西 其實是一個消費者 消費者 當然你有權選擇 你甚麼商品 你可以選擇哪個電視台 選擇哪張報紙 選擇哪個電台 去聽 購買哪份雜誌 你有一個選擇權 不過似乎很難 你作為消費者 你要求商品的製造者 主人 是要做甚麼的產品 要做甚麼的商品 是有甚麼形態的商品 在這種情況之下 傳媒就很商品化 為甚麼會導致有這樣的轉變 變成傳媒 從大眾傳播的功能 變成一種商品 其實就有幾個原因 相信最大的一個 是來自競爭 剛才Norman所說的 香港是彈丸之地 二百萬個家庭 住在這個地方 我們每天出的報紙 要收錢的十多份 也十四份 不收錢的也三四份 派的也有幾份 雜誌 不知道有沒有人數過 每個星期的雜誌 各類型的雜誌 由音響到AV女郎也好 幾十款 幾十種 電視頻道嚇死你 電視頻道嚇死你 說出來你有錢 把所有的家庭買起 幾百個頻道 幾百個 也很多重複的 為什麼這麼多的媒體 都要尋找一個生存的空間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在市場上競爭 競爭的手法之一 就是要迎合受眾 所以可能 譬如監管當局 Norman他們那時候 在廣播事務管理局 可能提出了一個概念 就是開放多一點的時候 就會銷售什麼呢 就是銷售 diversity 即是可以有分眾 即是說 不同的 很少的小眾 可能像外國那樣 都會有一些 頻道是適合他的 譬如有些 外國的頻道 養狗都是自己的頻道 種花是有一個自己的頻道 做車也可以 或者老爺標也可以有一個頻道 他們可以分到很細眾 但是這個觀念在香港那裡 一實施下來 其實第一件事 我們什麼頻道都沒有說 先說什麼 生存 你不生存 你一天還給政府一個牌 你打算很理想地 我做一些比較小眾的 你就考考你的財力 你考慮你的功力 那就是說 大家都是在搶 最普及的節目 去吸引最多的觀眾 那就是什麼 電影 體育 或者做新聞 這些就是最搶的觀眾 而能夠吸引客戶 因為你有這樣的客戶 才有這樣的收入 才可以維持得到你的營運 你說如果我突然之間 不如今天忽發奇想 不如我搞一個頻道 只是做老爺車的 兩天你就死定了 那就是說 在香港現象的情況之下 雖然我們的媒體非常之多 量是很多 但是呢 我們英文叫做 more of the same kind 就算你現在電視頻道 幾… 譬如NOW TV 說 100個 90個台 iCable也說 100個 TVB也說 20個 我也不知道幾多個 其實 可能 裡面很多重複 但是 那個情況就會出現 就是 大家要搶最多的觀眾 導致 所謂的分眾 那個效應 其實是沒有出現的 大家都要… 有也是好笑的 那麼… 在那個… 觀眾的層面 或者受眾的層面 香港有幾特別的 我真的要讚讚TVB 即使你幾… 幾多的媒體在香港出現也好 其實香港人的口味 是非常之單一的 八成看電視的人只看一個台 你說有八個台沒意思的 他只看一個台而已 不用錢的 旁邊的那個 給一個 喂,不用錢的那個 都是在說 他… 他… 幾點而已 都是在說收視 他呈陷西環 呈陷… 什麼都好 都是這樣 但是… 那個… 香港那個受眾的特性 是很特別的 很 unique 就算報紙可能是… 跟類型的版面的設計 跟類型的模式的報紙 都是很類似的 甚至那三份… 有時候我也搞不清楚 那三份免費報紙 就這樣… 睜一睜一睜都自己搞錯 哪一份打哪一份 就是很類似的 那… 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你問 呢… 又不是這樣的 十二年前… 十三年前 有線電視開的時候 就是我們參與其中 那… 新的媒體出現 真是不知道香港的人 要看什麼頻道呢 那… 我們真是做很多 survey 做一些 focus group 請了各個不同階層 我自己去聽的 有… freaked… 有些 有些 叔 有些 recom 有些 有些在職人士 那… 對… 十個八個 每晚一個group 也一人為賣 聽聽他們想要什麼 啊… 好聽的 要多些教育性的節目 要 documentary 資訊性的 小孩子要有…? 很 crying 거기 我們又相信所以就是… 買了一大堆的東西回來 那當然慘了 你真是相信,為甚麼呢? 原來沒有人看的 你便買足球回來,搞定了 買球來播放,好嗎? 即是說,原來我們這個社會的壽眾 口味有這麼特別的特性 這麼單一的特性 還有,她說的那套和她做的那套 有很大的落差 我稍後講一些有趣的例子,給你聽聽 但是,在傳媒方面,因為你要競爭的話 每個人都要覺得,我需要她做甚麼呢? 要建立自己的權威性 尤其是各個電視台都搞新聞頻道 你知道香港現在嗎? 香港雖然說有200萬個家庭 我們比台灣更厲害 我們有六個全天候的新聞頻道 廣東話 廣東話 Cable有一個有線新聞台 也有一個專注做財經的財經資訊台 Now也有一個財經台 TVB有一個TVB新聞頻道 ATV也有 有20小時的ATV放在Now那裡 還有一個叫Hong Kong Broadband 香港寬頻的新聞台 全部是廣東話的 多蓬勃 台灣有七個 不過台灣有二千多萬人口 當力很多 所以相對來說,我們是非常擠迫的 在這裡 報紙也有這麼多張 雜誌也有這麼多 每一個人都想吸引到自己的讀者群 或者觀眾群 就要建立自己的權威 那麼權威呢 在媒介裡面 你以為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呢? 罵政府 越罵得政府厲害 就被人的感覺 或者自己以為 就是自己最權威 政府也罵 董先生 我有時很痛情的董先生 是又罵 不是又罵 但是罵政府 建立威信的現象 特別在回歸之後 是越來越重要的 罵到甚至我自己覺得 扭曲了所謂問責制的意義 是不是這樣叫問責呢? 問責變成責問 一有什麼都責問了先 還有我們一些基本的價值的觀念 是不是都被它扭曲了呢? 就是在很多教育界 很多年的朋友都在這裡 可能有機會聽聽你們的看法 就是我在媒介上面 但是大家在教育界 可能大家的體會有些不同 就是那個扭曲到怎麼樣呢? 罵政府去到的階段 就說 譬如 試過一個小孩子 過馬路 有意外 被車撞到 受了傷 大家不是討論交通問題 大家就罵 為什麼在教統局 不讓他轉校 如果轉了學校 就撞不到他 那車 就不用過馬路上學 真是這樣的 新聞真是見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印象 或者 老公斬了老婆 兩夫妻子在公屋裡住 斬了 我忘了死 死了 好像死了 發生了血案 竟然 媒體 很多人在這裡罵 為什麼房委會 明知道他兩夫妻子不適合 他們兩個一起住 為什麼不早就吩咐 一早就吩咐 如果你說凡夫妻子吵架 都可以多給一間屋子 真的 我相信全香港的老公老婆 一天開片 還有些 我有些是 懷疑有人出貓 考試 為什麼不是學生出貓的錯 是考評局的錯 為什麼是他引人犯罪的 就是說 罵政府已經雜以為常到 什麼都可以罵 總之什麼都可以罵 那會不會這件事 使得整個社會 其實是把所謂的問責精神 扭轉了 還有 我自己做新聞很多年 近這幾年 覺得挺有趣的 很多前線的記者 很多時候 有什麼crisis 有什麼事件 出去訪問 一定有一條問題 一定會問的 你遲不辭職 真的 真的整天都問你遲不辭職 問到真的 但是 我記得 WTO 有些 寒龍示威 和警察衝突 同樣是有記者 我記得問警務處長 你覺得 唐英年是否應該辭職 真的 真是 那種氣氛 可以去到這樣的程度 好了 但是 面對著新的轉變 會是怎麼樣呢 像Norman也提過 很多新的媒體出現 其實是這樣的 事實上 傳統的媒體是受到衝擊的 或者 或者龍先生可能在報紙上 他們如何面對 但是 新的媒體是一邊一邊湧現的 現在我們看新聞資訊 已經不是局限於說 電視 報紙 大家會看到有 乘火車也可能有新聞 有吵點 可以投訴他 這麼大聲 乘飛機也可能有新聞 拿著手提3G 2.5G 一樣有新聞 有資訊 有各類的訊息 娛樂 等等 將來 會是 有什麼新的媒體出現呢 是不是 iPod已經很流行 到 每個人都拿著iPod通街 都在看 不知道有什麼資訊 不知道 或者Mobile TV 什麼時候會普及呢 不知道 但是 會不會是很長遠的事 一定不會 好了 傳統的媒體要面對這些時候 怎樣應對呢 我們抗衡這些新媒體出現 一定會參與其中 我相信 有一個 主要的考慮點 就是 不論科技發展如何 不論媒體發展如何 技術發展如何 其實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內容 如果你的內容做得不好 多少新的媒體出現呢 對整個生態 是沒有一個正面積極的作用 只要做好一點的內容 就可能在這方面 是會有用的 這一個 就會扔著 另一個 其實 在我們的社會上 現在出現的情況 是挺有問題的 就是人才的問題 媒介 這麼多樣化 就是說 投身媒介的人 年輕人 多得狠 每個人都 以投身做媒體 都覺得很時尚的職業 所以很多人想做主播 不知道為什麼 是 這些概念 不懂解釋 總之 很多人都想投身的媒體 而事實上 香港大學 香港介大學 這幾年真的多 以前我們就說 中文大學 浸會傳理學院 他們有新聞傳播的課程 基本上現在間間大學有 樹人 珠海 HKU undergrad 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 全都有 還有一些 甚至副學士 都有很多這方面的媒體課程 甚至我知道很多中學 現在都和我們 大家在敲門 挖勾 我們有通識 媒體教育 可能是通識其中一部分 他以為記者什麼都懂 你們記者什麼都懂 當然是通識 通識 來幫忙 跟中學 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做 即是說 投身這個媒介 行業的人 會越來越多 好了 但出現的情況 就是 人才多 是否等於人才就是好 我們自己看 分薄的情況 有經驗的 新聞 或者傳媒的從業員 會在這麼多機構 湧現的情況下 將有經驗的人 拉薄 即是說 入行的 你會看到 我相信 現在你看電視新聞也是 我相信十個、八個 你都不太記得那些名字 經常都有新的面孔 切卓主 又不見了 除了一兩個美女 被周刊煲一下之外 其實就是 人的流動性是很快的 人的流動性這麼快 這麼急的時候 你要保持那個水平 想說提升的水準是很困難的 這是我們日常 每天面對著的 一批一批的年輕人進來 做得不太久 有更好的機會 或者對媒體 我累積夠了 我又可以去 跳第二個行業的時候 這種周而復始 其實導致 人才的質素 是無法維持的 那麼